大手牵小手 亲子时间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德州中文台 在这里为朋友们带来的 大手牵小手 我们要再度和 就是林欣慧林教授 也快带给大家在亲子方面的 这一个讨论 欢迎朋友们也快收听 哈喽 欣慧你好 每天早 听众朋友大家早 早 欢迎参加 我们又一下 哇 六月份了 是啊 每个月再过得好快 一下子就过完一年 就是啊 一下子日子就一半过去了 2022年 快进入下半年了 好快啊 是 孩子们呢 小朋友 小小朋友 婴儿变成幼儿 幼儿变成小朋友 小朋友变 小小朋友 小小朋友变成小朋友 然后变成了 青少年 然后七年 是啊 因为每天我们这节目也做了 别讲 我们就别提那个数字 孩子都长大 我们当年我还记 对啊 我当年我记得 我们那时候还有在 我们还有 还有听众从Galveston 带着他们的小朋友来 因为也是收听林教授的节目 那个时候小朋友还是小学 我记得还是小学吧 幼稚园还是小学的小朋友 对 这会儿都已经入社会工作 对啊 我的小孩 我们开始做的时候 我小孩在念小学 我小孩现在都 都毕业了 都在工作了 你就知道 时光飞逝 好 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个题目 我觉得 最近你看到很多 很多那个 枪伤的那个事件 然后 你就会觉得好像 最近就社会很不平安 然后 美国这几年 他们对于心理健康 开始非常的注重 因为以前 你知道以前医疗保险 有时候还不太 不太愿意去给付 那个心理卫生 这一方面的 就诊 这些 可是现在慢慢 他们发现 如果他们不去 补助这一方面的 这个 这个诊治啊 或者是预防措施 到了到最后是不可收拾的 那个成本非常非常的高 就连带的美国 现在心理医生 行情也比较好 我们都希望不要到那个地步 不要到那个 那个心理卫生健康 有了严重的问题之后 我们才想要来补救 因为说实在 那个是最难医治的 你说感冒 吃吃药 就会好了 很多疾病 因为现在那个医疗 比较进步了 所以就可能就有 比较有效的疗法 可是在心理健康 这一方面 其实 它的发展 如果是长歪的 假设是一棵树 长歪的话 它也是要很久时间 才会长得那么歪 对不对 是 那你要矫正过来 不是说就直接搬正 因为那有时候 可能到最后也是没有办法 所以呢 我觉得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在孩子小的时候 他刚开始在成长 那我们就 就刻意的去栽培他 那我觉得很多家长 会有一个迷失 因为他们对于孩子的 治愈发展 非常的注重 所以你就会看到 坊间有很多客 我觉得美国还不常看到 我常常听到台湾 就说什么 几岁就要上 潜能开发 这个常常有 我常常听到 我就想说 我还好 我小孩不挡在台湾 那个压力有多大 因为家长都怕输在起跑点 他们也很愿意 省吃俭用的 把这些栽培孩子 是 就是呢 真的有效吗 真的需要花那么多钱 去找人 对你孩子的脑部开花吗 我有时候都觉得 家长如果学一点 又有教育 可以省很多钱 可是我们大伙 家长都会想到的 就是叫做 我们要赢在起跑点 现在竞争那么激烈 总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在这一方面 这个起步就落人后吧 是 那如果补习那么有效的话 有人从小补到大宅 或者变天才啊 可是好像也没有 因为你知道很多家长 慢慢的到孩子的初冬高冬 看到孩子成绩一直都不是很理想的时候 慢慢他就放弃了 可是他少年 他会花很多很多很多的钱 然后因为我自己学幼教的 我都觉得有必要花那么多的钱吗 其实很多很多东西是 你可以自己教 不要花那么多钱 效果搞不好还更好 因为老师不是万能 说实在孩子长成怎么样 最主要还是要家庭教育 是最真本 那治愈发展 什么脑部开花这些 都有得补习 情绪发展这一方面呢 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在教情绪发展 然后大家都还会有一个迷思 就是这有什么 长大就会了 如果长大就会了 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拿枪去 到处找射 的确是 那大家可能说 林老师那我怎么办 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呢 那我们今天先来讲 一个情绪发展良好的孩子 他长个什么样子 然后情绪发展开始会有问题的孩子 他是个什么样子 那所以呢我们先来讲好的 正面的发展孩子可能会有哪一些技能 那听众朋友你要是听了说 我小孩子都没有这一些 有两个可能 一个就是他的年龄发展 他的学习程度还不到那个地方 所以他有一些 有些能力是还在成长当中的 所以你不要一听到我的孩子都做不到 你就觉得完蛋了 我的孩子将来一定完蛋了 不会 因为就算你知道他这一方面比较弱 你也可以现在慢慢开始去培养他 只要你刻意的去栽培 你的孩子就有可能学得到 因为练习其实很多东西 我觉得情绪发展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 学会跟人家应对进退 这个都是可以学习的 所以我们先来讲说 正常良好的发展 他会有哪一些技能 比如说第一个 他通常都是比较正面快乐的 这个很重要 如果孩子常常都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或者是说不快乐 因为可能会有很多原因不快乐 比较负面情绪的 长大也比较容易患抑郁症 所以正面 就是他常常就是比较快乐 然后这个 这个很快乐的孩子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正面发展 再来呢 他能够听从指令 他能够听得懂 他能够服从 你不要说军事化管理 他就听得懂啊 对不对 军事化管理就冷冰冰 有的时候 对孩子不见得是最好的 因为有的时候 他会建立在权威 小孩子不服从的时候 可能会处罚孩子 所以孩子就会变成表面听从 可是他内心是 有的时候是会愤怒的 所以听从指令 不一定是 就一定要军事化管理 那是不能画等号的 比如说什么叫听从指令 比如说呢 他吃饭的时候 你就说 那妈妈饭煮好了 那你帮妈妈拿刀 你帮妈妈拿筷子 拿汤匙 就放在桌上 那就是一个听从指令 然后他做了以后呢 你就说 你好棒哦 你就帮大家拿筷子 然后大家就可以坐下来吃饭 你真是个好帮手 那他就发现说 从他这样做 不是很困难的工作 他做了以后 他帮助到别人 然后妈妈又去称赞他 要很明确的称赞 不过就说 你好乖 其实孩子听不懂 什么叫你好乖 可是你跟他说 你给大家 你服务大家 帮大家摆筷子 拿碗盘 你真的就帮助到别人 你真的很乖 你这样子讲 他就听懂了 他就知道 下一次我要做这个事情 都会给别人带来快乐 然后他会愿意做 因为你知道 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 施比受更有福 这个不是说 你要捐钱出去以后 上帝才会保佑你 不是 你要怎么样会去帮助别人 你看在团体当中 一个会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他会比较受欢迎 然后那种高高在上的人 都觉得别人都在他脚下 那种就很讨人眼 所以呢 这就是一些能力的培养 那再来呢 你知道我今天为了要讲这个 还把他翻译成中文 然后还想说我要讲什么例子 然后就突然讲到我的中文 那已经他不行了 有时候他要注音了 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 他能够跟照顾者 还有同才保有亲近的关系 什么叫照顾者 孩子的最先的照顾者 就是父母 然后他跟父母要保持很亲密的关系 然后这个正面的亲密关系呢 他会慢慢长大以后 他开始交朋友 他就会把这个关系 良好的关系的基础 然后慢慢慢慢转移到他的同才 他的朋友身上 所以可以跟人家 跟别人有一个良好亲密关系的时候 他也会比较快乐 你会发现那些拿枪去杀人的 通常都是一个孤独的人 分事忌俗 看谁都不顺眼 好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说 所以要有一个 要跟人家能够保持 那个亲近的关系 亲近跟亲密又不太一样 亲密就是 家人非常的亲密 可是我们不能跟每一个人都亲密 对不对 我们可能会跟别人也会亲近 比如说朋友啊 我们可能很好的朋友 我们就很亲近 那再来呢 他会 他会 关照他的朋友 而且会 好像会对别人有兴趣 像那种孤独的人 他根本不在意别人 他就是我行我素 他只要自己好就好 他不在乎别人 可是正向发展良好的孩子 他会 他会在意他的朋友 会关注他的朋友 再来呢 他会对自己情绪的察觉 然后能够有效的管理 情绪的察觉 有的时候 不是只有快乐的情绪 就是他带有负面的情绪 比如他感到悲伤啊 或者是说 他生气的时候 他是不是可以察觉 他是不是可以管控 你知道很多人 都会在尸首之下做了什么事情 生怒之下做了什么事情 那有的人那个杀了 就是生怒之下就杀了别人 对不对 然后他醒来说 发现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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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极端啦 可是呢 有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说 生气的时候 吵架的时候 口不出恶言 这个很难耶 你知道吗 吵架的时候 就觉得 你这样子对我 我一定要 一定要讲什么话 把你气死这样子 对啊 要不然我怎么能够发泄 我心中的愤怒呢 对 所以这个就是情绪的管控 所以我们都说 我们这一辈子都在修啊 都是修养啊 你知道吗 年轻的时候 年轻气盛 可能一不高兴就大发脾气 那现在年纪大了 就觉得发脾气太伤身了 然后慢慢学习 在管控自己情绪啊 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 就开始慢慢的去培养 他这一方面的能力 不是说不能生气 不是说不能有忧伤的情绪 而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调和 去管理 那以前我都开玩笑说 有一个有对夫妻啊 然后就后来就白头偕老 然后那个先生就活到快100岁 大家就问他说 那你这个养生的秘诀是什么 他就说没有什么 我当我发现我老婆要生气的时候 我就出去走路 所以健康很好 这个老先生呢 他就有很好情绪察觉的能力 然后他也觉得 跟老婆吵太伤身了 他出去走路比较有意健康 这都是情绪的察觉 然后呢 再来呢 他不只要懂得自己的情绪 他也要能够看懂别人的情绪 然后要有同理心 我觉得 没有同理心的人长什么样子 就是我们讲的白目 因为你知道有的人 他就会在人家 不太愉快的情况之下 他讲出一些话让人很生气 我们就常常说这个人很白目 就是他没有办法察觉别人的情绪 他对别人的情况没有同理心 所以呢 这个不仅要能够察觉自己的情绪 要能够体恤察觉别人的情绪 然后再来呢 他能够有能力的 清楚的表达自己的诉求 有的人 他也许小时候没有很好的这个跟家人 然后照顾的很好的这个关系 所以当他心里有诉求的时候 他可能不会说出来 他就觉得就算我说出来 也没有人会理我 没有人会把我当一回事 所以呢 情绪健康的人 他就会清楚的表达说 我想要什么 他会讲出来 就算他被拒绝 他也不觉得难过 他就觉得我讲出来了 你要不要跟我合作 你要不要 那是你的选择 但是我的选择是 我要把它讲出来 不然你怎么会知道 这个就是情绪健康的另外一个指标 那再来呢 就是小小孩 不止小小孩 大人也一样 要能够跟别人一起共事 那小孩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玩 所以呢 比如说这个情绪发展良好的孩子 他可能在一群孩子里面 人家会愿意跟他一起玩 你会发现 其实那种孤单的人 其实很可怜 他在念书的时候 老师说 那我们现在来分组 那你知道 我们以前有好朋友的 我们一定跟我们的好朋友一组 对不对 所以分组有什么困难 或者是说 孩子大了 他需要念书 吃中餐 其实对有一些孩子 是有困难的 因为好朋友都坐在一起吃饭 那没有好朋友 就很孤单 就自己坐在那边吃饭 就你知道那种感觉 就马上会很明显 而且那种每一天发生的时候 他都会觉得很受伤 所以我记得我的孩子 在念小学的时候 我就曾经跟我的孩子讲过说 如果你今天班上 有新来的同学 然后呢 他刚来一个礼拜 他还没有什么朋友 我希望你照顾他们 就是中午的时候 你就主动去跟他说 很高兴你来我们班上 然后呢 我跟你一起吃饭 或者你就带着你的好朋友 跟他一起吃饭 因为我觉得 小小孩没有那么明显 可是到了初中高中的时候 其实那个很痛苦 那个去一个新的环境 然后要怎么样去融入 那个不同的小团体的时候 对于一些孩子是有障碍的 OK 对 然后我就会跟我的孩子讲说 你这样四十分 那个伸出援手 对那个孩子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那我那时候 我主要也是要教他们说 你要懂得去观照别人 我们观照别人 不一定要花很多钱 不一定要为他做 很多很大 Surprise 的事情 我说一些小小的 这个很仁慈的举动 就会给他点滴在心头 那再来呢 即使在玩的过程里面 他也要懂得跟人家一起协商 还有退让的能力 怎么说 比如说今天我跟美剑 我们两个都还很小的时候 我们在幼儿园 然后呢 我们都去办家家酒 然后呢 有一双高跟鞋 你想穿我也想穿 怎么办 我们两个打架 打赢的人穿 对不对 打赢的人穿 这种人 这种人就比较负面 因为他就是霸王嘛 那霸王在学校久了 人家也不会喜欢 那不是我跟美剑都很聪明 我们两个就来协商 就说那美剑你先玩五分钟好了 五分钟以后放我玩 这样呢 大家就轮流 然后有一个协商 就是我们都可以达到共同的目标 可是我们也可以一起玩玩的很开心 那这个是要懂得学习的 特别是小小孩 他刚开始对于物权的概念 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 他就要练习 那很多时候在家里 如果是独生小孩 他不需要啊 他的玩具永远都是他自己给人玩 对不对 然后呢 去学校他可能就很困难了 就会 就会 因为他在家里不懂得分享嘛 不需要 可是去学校他可能不会愿意 那这时候他就 老师就会教他 就说那我们就轮流 轮流完 那比较受教的孩子他就会愿意 然后不受教的孩子就慢慢慢慢 你知道小朋友就不跟他玩了 因为就觉得你每次都是只看到你自己 你不要跟我玩 我也不要跟你玩 所以 所以独生小孩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就是说 要让他学会怎么样去 去跟人家协商 那我很压抑的是 我以前在田纳西大学曾经交过一门课 就是说 要让学生一起做一些美术的工 就是美朗的 因为我教他们幼儿嘛 所以我要教他们有一些美朗的技能 然后呢 我就曾经有学生 就跟我讲说 做那些他都不觉得困难 可是他有困难的 就是当他有一多的同学 大家要轮流用什么东西的时候 他说我真的很困难 因为我觉得 我就是不要跟人家分着用 然后我就后来就把他找来 我就说 我很高兴你能够这么 这么诚实的 讲了你的心中的感受 那我想知道说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困难 他就说 我从来不需要跟人家分享 我自己家里 我就是独生子女 所以我不需要 对 然后后来 我就跟他说 可是在社会上 你将来去教书 你要跟别的老师一起弄 那你练习 我也不要要求说 你一定要一步到位 你练习看看 你觉得怎么样 后来那个学期 我就特别关照那个学生 后来他就跟我讲说 老师 这是我这一辈子 学到最好的能力 我就说 你学了很多能力 只是你没有察觉 但是这个就是 你最大的罩门 那听众朋友说 那没有啦 我如果家里有两个小孩 也没有比较好 常常都为了要抢玩具 吵得不可开交 然后有的父母就说 那很简单啊 我就相同玩具 买两份 各玩各的就好了 听众朋友 千万不要对你的荷包 虐待 那不值得 你买一个就好 我以前孩子 小的时候 我就买一个 然后两个都很想玩 然后就会讨价啊 讨价我就说 这样好了 我跟你们说 这玩具是妈妈买的 所以妈妈才是主人 你要来跟我借 那你才能玩啊 对不对 那如果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去协商 跟我讲出你们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 你们可以和平共处一起玩 我就把这玩具借给你们玩 那如果你们两个都不要的话呢 那没关系 妈妈这个东西不出戒 那你知道孩子 他为了要能够玩 他们两个就要去商讨 那因为姐姐比较聪明嘛 姐姐比较大啊 所以姐每次都说我先玩 我玩了你再玩 那后来我发觉 有一两几次以后 我发现每次都是姐姐先玩 后来我就跟姐姐叫他旁边来 我就说你比弟弟大 那妈妈也不是说大的 一定都要让小的 我觉得那也不公平 可是你不能站着 你是老大的聪明才智的优势 你就每次就是弟弟 弟弟后来 我就说那你这样 朋友对你 你会觉得怎么样 他说我会觉得不舒服 我说对 要公平 那妈妈让你想想看 你觉得怎么样会做的比较好 后来他就自己 就跟弟弟写 他有时候就让弟弟先玩 那弟弟先玩以后 我就会跟老大讲说 妈妈很谢谢你 因为你很爱弟弟 所以那个 然后你就会这样照顾弟弟 我觉得你很棒 你做到那种小孩子 不太容易做到的事情 就是你愿意先把你的利益 让别人 这样 然后呢 下一步就是弟弟带出去 然后弟弟有时候就要求去 比如说去沃马买东西 弟弟就说要买什么 要买什么 然后我就会给他 一块钱的预算 他买了以后 我就会说 那姐姐今天没有跟我们一起来 你挑一个姐姐喜欢的东西 然后呢 他就帮姐姐挑一个回去 然后就跟他 就跟老大讲说 弟弟有想到你 因为我们今天去一下品 弟弟就说 弟弟有一个 有一个goody 他弟弟就说 也要给姐姐一个goody 所以呢 那老大就 就很点滴在心头 你知道他们长大了 现在哦 只要有一个出去玩 一定会给另外一个人 带礼物 然后他从来没有给他想到 老妈带礼物 我想到他给我交败的 因为我以前都舍不得 你知道吗 我都觉得算了 那个 那个 那钱也是我们自己算的 我现在学会了 我现在 如果他们两个这样做 我就会说 哦 你们都没有想到我 我很hurt 我很受伤 所以他下次就想到我 就说 这没有给老妈买 老妈会受伤 即使是 即使是一块巧克力 我也会这样子讲 现在他们会买了 我就会说 我很开心 你们有想到我 所以 所以听众朋友 如果你的孩子 现在 正在发展 那你就发现 他有哪一个点 比较薄弱的时候 你可以补墙 可以练习 有的时候这些 这些事情 大人也 也没有办法做得 做得很好 对 就是我们自己的提醒 是 是 所以呢 我们今天 跟 跟这个 林心慧林教授 我们在这 看到 了解到 其实很多东西 我想不光是孩子们 我们今天讲说 孩子们这样 哪样 其实很多 在今天我们讨论到的 我觉得其实我们自己 也需要 我觉得这是 一直都在 大家努力学习 我现在 因为我昨天要讲 这个题目 我就上网去做一些研究 我发现有很多人 现在是 大人 他要去修这门课 他去学这个东西 所以外面有一些讲座 有一些 那个 就是在教人家 怎么样 情绪发展 怎么样去做 这个 这一方面的能力 所以不是长大就会了 有人长大 现在还不会 还要花钱去学习 我是觉得 的确是 还是有 因为大家 如果了解到 他的重要性 就知道 我们需要 我们如果不足 是真的需要学习 是真的是需要的 哇 时间好快啊 新会已经九点钟了 是啊 很开心啊 跟大家一起聊天 是 再一次谢谢 林新会林教授 那和林教授 小约 我们就是七月份 我们空中再聊了 好吗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